真的 真的 了不起 假的好新奇 歡迎收看推理綜藝節目 真的了不起 好 今天一樣米可白會帶來 很多讓大家覺得非常好 現場炫的一些的嫌疑是 設計師太多了 對 妳有聽過獅子老虎當設計師的嗎 這個還是第一次聽到 待會兒我們現場一個一個來看 來 今天現場三組來賓的 都是國內大家最歡迎的名嘴 都來到今天的現場 那除了等一下大家要猜這些以外 請問一下 今天現場這樣的龍真虎鬥 覺得你們勝出的機會 最後是十萬獎金喔 十萬獎金挑戰賽 贏著才能夠去參加 那個十萬獎金挑戰賽 怎麼樣 機率高嗎 我跟皓如是最有默契的 女名嘴裡面有跟她最有默契 既然華乾一開始就說你們很有默契 那就來看誰最有默契 來 搶分全挑戰 說實話 今天來了這麼多有名的名嘴 如果要是在這個第一個階段 時間就比人家落後 面子就掛不住 可是第一個階段 我覺得大家很緊張 所以很喜歡看他們慌張的時候 一定好刺激 尤其名嘴慌張 那不得了 而且剛剛幹對那個把話講太滿 我真的很心虛 人來說我默契最好 對啊 明明在後台Reade的時候 我就已經想換鐘伯哥了 真的嗎 真的嗎 喂… 不可以滅 自己威風 好 OK 來 預備 計時 開始 武松 三個字 三個字 蕩蕩 蕩蕩 武松 蕩蕩 不要這樣 快… 酒店 三個字 三個字 跳躍舞 接近 接近 隨便三個字嗎 隨便三個字啊 跳躍舞啊 接近 接近 你來跳躍舞嗎 鋼拐舞 鋼拐舞 沒穿… 沒穿 跳躍舞 拖衣舞 拖衣舞 鬼打球 再來 產後 三個字 隨便 產後 去度假 對 肚皮 產後肚皮 任誠文 賓狗 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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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三個字 去旅遊 豬 為什麼去旅遊 隨便打 賺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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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字 他賺豬囉 賺豬 對啊 三個字 可以嗎 老房東 老房東 接近 接近 豬 賺豬 老房東接近 接近了 年輕 賺豬 賺豬 老房東 VINGO 三題嗎 發的是1分57秒 而且我繼續講 那1分57秒 前面一個潘金蓮 就很快 很快 那個真的很快 他就裝胃那一種 對 那1分57秒 你們到底後面是在鬼打槍是什麼 鬼打槍 真的是鬼打槍 明明應該一點就通的 是 明嘴常常就會犯這種錯 就是你只要把那個螺絲找到了 那1分57秒 沒有 我們螺絲都很緊 對 不是 華乾 待會兒我們知道 如果那裡出現鬼打槍 你就講華乾 我也只要鬼打槍 對 謝謝你 來 謝謝兩位 謝謝你 再一個 來 謝謝兩位 好 第二組是文婉姐 來 中博 文婉 來 好 一樣是中博回答 文婉提示 對 麻煩兩位 幫我拿槍 幫我拿槍給他 第二組 好 好啦 加油 1分57秒 拿出平常的默契來 好不好 加油 好 來 預備 來 計時開始 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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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有三個字 武則天 青史皇 來 忘記 失憶症 死掉 死掉 忘記 死掉 忘記 死掉 隨便有三個字 橋頭 孟婆湯 蘋果湯 蘋果湯 露倒 祈討 祈討 一個 祈討 慢慢來 祈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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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浪漢 祈討 來 時間 花了1分鐘 1分鐘 來 恭喜兩位 先直接來一遍 謝謝 來 汪老師 蘇欽 來 這一組跟剛才不一樣 這一組是汪老師提示 蘇欽回答 為什麼 因為汪老師知識比較豐富 所以我負責接球 OK 來 兩位加油 兩個字 三個字好不好 不喜歡可以跳 路上 路上 馬路上 路上 路上 斑馬線 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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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上駭人 人口蓋 Bingo 來 加油 快快 青森 青森 青蘋果 就小聲 耳朵 耳朵 青森 青森 耳朵青森 三個字 助聽器 怎麼會這樣 兩個是 要怕什麼 小聲 小聲 青森玩就小聲 耳朵 耳朵青森 悄悄化 運動 來 再來 快 有機會 歐洲 歐洲 隨便三個字 日耳朵 中骨 中骨 十字軍 運動 歐洲 中骨運動 奧林 奧林 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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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 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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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標槍 比武 信仰劍 尖的 來 時間 時間是1分39秒 好 接著接著 要恭喜第二組的 中骨跟文婉 1分整 獲得這個階段 2分 恭喜 好 那重量的視看下一個階段 一來一往有30分的差距 來 大搜謊家 好 在開始第二階段 大搜謊家以前 還是要恭喜第二組 文婉跟中骨 獲得第一個階段的2分 恭喜 好 哪一位名嘴 除了最會說 最會看 最會判斷 就看這個階段 來 一個牌 第一個 再來 潔意識是 好 第一位是 獅抓熊啃牛仔褲 設計師 Tony 請問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計 把牛 我知道有很多現在年輕人 都喜歡那種破破的褲子 對 是 但是怎麼會想到 把它丟給獅抓熊去啃 為什麼 就是因為之前的話 我們時常看到年輕人 會有穿那種破破的 或是被撕咬的 就是等於說用加工的 對 然後後來的話就是想說 如果給動物咬一下的話 是不是感覺到 滿新奇的 OK 那我走在路上 還要一直不斷的 跟所有的人講 獅子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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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當然不是這樣子 不是 誰知道它是獅子咬的 熊本的 刺繡好了 刺繡好了 刺繡 然後到來那去給獅子老虎 可是它又不是肉或什麼 你們要怎麼樣特別處理 它才會去抓這些褲子嗎 還是看到褲子就抓 沒有 因為原本的話 我們是想說在那個用輪胎 把用整個布然後牛仔布 然後包在輪胎裡面 或是包在球 OK 那它去玩嗎 對 就是給它玩 原本是想說加點雞血 或是加點肉 OK 對 可是動物人就說不用 因為本身它們動物的習性 就是喜歡亂抓亂咬 然後玩耍這樣 OK 對 那很實際的問題就是 譬如像這條就是獅抓熊肯 是 像這樣褲子一條 大概定價怎麼辦 這個的話 一般的話我們就是看它獅咬的程度 那比較便宜的話 可能就是一萬二 它最貴我們曾經有到四萬五 被咬爛的褲子要一萬二到四萬五 對 沒錯 一萬二到四萬五 好 孔金馬再次進 在那個邀請上 還是要發問 好 我的意思是說 你真的丟到那個柵欄裡面 讓它咬對不對 是 可是一般而言 你說熊跟虎所抓出來那個力道 在我們現場的時候 我覺得力高應該更強 也就是說你展現的藝術模式 可是在這上面看不見 你到底是在抱怨 你是在評論還是在發問 我的意思是說 這褲子為什麼會那麼貴 對 我就想問他這個 為什麼要那麼貴 為什麼倒縮就好嗎 對 妳要講 我們就不用花那麼多時間了 為什麼 因為像我們一般的話 它抓痕的話 我們不可能說整件抓得 破破爛爛就把它做成這件褲子 當然是會選擇性的 就好比說 這個地方看起來 就是像這樣子有痕跡 那感覺不錯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地方做成這個褲管 那如果要是它真的抓得太爛的話 那條褲子就不能用 當然就不能用 所以還會有這種成本 是 OK 還有哪個主要提問 請問Tony先生 我跟文婉剛剛一致做出一個疑惑 牛仔褲上面是有一些 有害生物的一些元素在 哪個動物園 會准你讓動物去咬這種牛仔褲 你如果真的有的話 你怎麼說服動物園做出這種 會有爭議的事情 因為當初的話我們是想說 要跟木柵動物園合作 想到這個想法 可是那時候剛好那個鴨仔出身 動物園的人就是都會想到 關注在鴨仔身上 對 所以後來我們的那個 負責人就是想說 拿去香港的動物園去給它用 就香港的動物 對 把人的動物系沒那麼快就對了 不是 當然是有講好 我們內衣除妝 真人秀模特兒 感覺很開心 胸部這麼炸彈嗎 不是 我一直在一起的嫉妒 你 鴻老師在這一定有 對 有研究 要不要我去買貨 有吧 是 鴻老師 你的經驗 告訴你說這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我太太一定會告誡我 我們出去的時候 沒有遇到這一個